漫谷这间设计酒店 最近开了一间新派的泰国料理 听闻有不少特别东西 来得试新东西,当然要住在这里 资深的泰迷应该都知道这间设计酒店了 在PTS的国家运动场站附近 去CM很方便的 整栋酒店最棒的是近年翻新过的Heritage Floor 十楼这十七间房的装修是完全不同的 现代工业封得来又加入了传统元素 令人好像回到二十世纪的泰国似的 资酒店网格国家这间Heritage Floor 连买税,六月最便宜可以做到一千元港元左右 而最豪华的SweetHeritage套房 连买税也只是一千五元而已 两个价钱都包含双人早餐 还可以进去酒店的贵宾室 下午有自助下午茶和Happy Hour 不过留意是要包含Club Assets的房间才能进去 这间全新的泰国料理在酒店的二十五楼这么高 傍晚天气好的话就会看到完美的日落 这间全新的泰国料理在酒店的二十五楼这么高 食谱、煮法、灵感是来自泰国各个省府的香土料理 大部份食材更加是Farm to Table 原餐地来餐厅有几多公里远都会写在餐牌上面 他们可以拿到最时令的梳果、肉类和海鲜 全因为主持Montem和曼谷的独立农场建立了友好关系 第二天我们就跟着大厨拜访市内一个独立的有机农庄 农夫Uncle Vinay 无农已经超过二十年 他说全靠已故的泰王拉马狗世 生前大力推动自给自足经济 令到很多农民都学习实行新理论农业 简单说其中一个理论就是将农地分割成不同的用途 种米、种菜、养猪、养鱼、养什么都好 总之生态多元化可以平衡互补 同时亦造就了多元化收入 就是这样发展出一个可持续的模式 以Uncle为例 每天只卖瓜和鸡蛋的收入已经超过三百元港元 算是相当不错了 Uncle还会定期开班教学 将经验传授给其他农民 而其实大厨望听的使命也是一种传承 就是将泰国菜的传统特色 而创新的手法发扬光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